屯門河至屯門避風塘一帶 有幾組樓齡相對年輕的絲樓群 當眾規模較大的南南海灣 單位間隔見駛,一直深秀區內的用家捧場 南南海灣設有五座物業 合共提供大約1264個單位 單位間隔主要分為兩房和三房兩類 兩房單位佔總數大約七成半 全部屬於鑽石廳、望內圓景 至於三房單位一律以長廳的設計 屯門南海景單位相對集中在屯門碼頭附近 而南南海灣五座呈曲尺形的排列 單位採用大窗戶設計 正正享有避風塘或黃金海岸的海景 除了海景,其餘單位多數都是望屯門河和遠山景 所以客廳、睡房、主人房 都可以享有不同的開陽景 除此之外,屋卷平台花園佔地廣 主打綠化的佈置加上自設停車場 住客會所提供室內外遊行空間 生活配套方面,日常飲食購物 住客可以去到附近的海典天基座商場 如果多些選擇的話 住客可以乘車去到屯門市中心一帶 那裡有大型商場VCity 屯門市廣場、大會堂、戲院等等 適合一家大小享受一站式的娛樂 走到差不多可以轉搭西鐵去到市區 簡單直接 南南海灣除了有輕鐵、小巴之外 亦有不少往返市區的巴士路線途徑 由屋卷走到巴士站 大約5分鐘就到 屋卷位於71小學校望 學校主要集中在屯門東 中學屬於屯門區 好像有 宣度會陳瑞之紀念中學 保糧局董玉替中學 順德聯儀總會糧球居中學等等 而在青山公路段 還有哈羅香港國際學校 幾就家長客的歡迎 每年都吸入不同國籍的學生報讀 看完今次介紹 想深入了解最新行情 歡迎聯絡以下分享